这一消息在带您关注 今天早上桃园归山 有处民宅图园之间起火延烧 造成三严受困在屋内 消防员将受困在四楼的两位民众成功救出 但是受困在三楼的十五岁少年 不幸兴亡 现场疑似是口罩经销商 详细起火原因还在里情 冻冻黑烟直窜天际 猛烈大火持续闷烧 消防人员赶紧出动 要冲进火场救人 建筑表面全被烧得焦黑 火灾现场一片凌乱 消防局拉起长长水线 毫不犹豫地破坏铁卷门 因为民宅的三楼和四楼都有人受困 崩一身往下看的时候 有烟冒出来 看到上面有人已经是 已经是蛮久 一二十分钟 桃园归山自强南路上的一处住家 二十六号早上十点多突然起火燃烧 消防局出动多达十五辆消防车 以及47名消防人员前往救援 受困四楼的两位18岁民众都被成功救出 然而受困三楼卧室的15岁成姓少年 救出时已经失去呼吸心跳 三楼带救的民众 因为他在房间里面带救 可是门没有关 大量的农烟进入以后 呈现昏迷状态 救护人员赶紧将成姓少年送于急救 仍宣告不至 根据了解 起火店位在民宅一楼 而这处住宅的一楼和二楼 都堆积大量口罩 疑似是口罩经销商据点 至于详细的起火原因 还有待厘清 不过短短的年轻生命 就这样稍纵即逝 实在让人惋惜不已 记者丈宣 谢祥林桃园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